一擊飛隊 這隊一非常大隻拍子 OK 好 現在完成 波士頓紅襪隊投手劉志榮 當起棒球小助教 還示範了暖身動作 這次他特別回到家鄉台東 參加迷你棒球師姿研習會 去年還是研習會的學員 但劉志榮今年不僅擔任助教 更化身為球投手 讓學員們實戰練習 蠻酷的 昨天其實也蠻擔心 因為第一次當助教 然後學員他們都是前輩 然後其實我也很擔心 就是怕自己會比較內向 就是比較不敢 怕對方是前輩 就比較不敢做自己 然後我有跟 昨天也有跟佳穎聊天 然後佳穎也有給我 也有跟我說一些話 他就叫我不要太緊張 放輕鬆去享受當助教 對 我覺得很好笑 很符合台東的氣氛 覺得很好笑 大家都一直鬧 迷你棒球活動首度來到台東 四十多位學員當中 除了有棒球教練 已退役的職棒球員 其中更有許多女學員爆名人家 打球獲勝 為什麼會想要來參加這個四肢的訓練 就是因為第一次接觸啊 然後又想要知道說 跟樂樂棒有什麼不同 所以就想就是 帶著好奇的心來參加這個練習 感想是什麼 第一個是那個球具很輕 然後也不用害怕那個球會打到身體 再來是它的那個規則很彈性 可以適合所有的小孩子 可以玩 然後也可以學 台東是許多職棒球員的故鄉 Mini Baseball 這次也特別捐贈二十五套球具 給台東的國小 希望能讓資源較少的偏鄉小朋友 能夠感受到棒球樂趣